编者刘继参评表演奖 本节目还参评文学奖 请欣赏 谢谢啊 谢谢各位的掌声 是 心里特别高兴 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加深一下各位老师 对咱们年轻演员的印象 认识认识 我的名字叫刘继 就是他 这是我的搭档张汉文 我 今天来到这演出 心里非常高兴 很激动 可能有很多朋友 对我不是很熟悉 以为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其实呢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跟你聊天还真尴尬 但相声是我的辅业 那您的主业是 没有主业 走 有病吧你 我的主业啊 太伟大了 什么意思 我想成为超级英雄 什么 超级英雄 你别喊 吓我一跳 知道吗 超级英雄 了解吗 我这个 在电影里倒是看到过 什么电影 就是漫威 漫威的电影 什么毛病 现在一提超级英雄 就是美国电影 对啊 绿巨人 研究过吗 没有啊 怎么回事 研究过吗 超级英雄吗 我研究过 咱现在现场 咱说说 谁是超级英雄 绿巨人不是吗 绿巨人 漫威电影 这个好多朋友都看 大火 绿巨人 对啊 说是受什么 伽玛射线照射 对啊 然后一生气 变身 身上和石头一样坚硬 对啊 一蹦能蹦很 很远 是不是他 对 能变大 不对 这个 在咱们国内 怎么着 分析一出来 这个不叫超级英雄 什么意思 是一种疾病 病 什么病啊 痛风 绿巨人有痛风 痛风 痛风的症状 知道吗 骨关节变大 痛风 骨关节 你比如说 哪块犯痛风 您看时间长了 这痛风病人 手就变形了 他只不过是 急性痛风 全身变大了 一身痛风啊 为什么绿巨人 变完身以后 他老急啊 您想想啊 疼的呀 这痛风病人 这脚 比如说稍微肿一点 你有痛风吧 有点 脚稍微肿一点 吹口气 疼啊 受不了啊 您想 他全身都是痛风啊 这一下谁受得了啊 那谁猫他一下 不跟谁玩命啊 疾病 合着他是疼的 痛风 他这解释有点意义 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不是那咱往后说行吗 接说 我还喜欢那个 金刚狼 金刚狼 那也是超级英雄吗 还是那电影里的吗 对啊 对吧 就说这人一使劲 这爪子 就是多好 顺手这就刺出来了 大肠爪子 是 您捋着我的思路往下啊 您看金刚狼 它也是一种疾病啊 金刚狼有病 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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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你怎么分析的呀 这骨病啊 骨刺平时的时候 都长得小 那咱就疼得要命了 它那个是属于 没怎么治 为什么骨刺 骨刺在咱们国内不叫病 正常找个医院 拿小刺搓一搓 焖一个小膏药 就焖回去了 国外没有 颜绸掌 穿出来了 哎呀 骨刺 我听着都疼 哎哎哎 哦 它是骨刺 咱往后说啊 你再来 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 哎 他没盾牌 不坚不摧 号称那个盾 最坚硬的盾 扔出去以后 墙打碎了 多好啊 对吧什么 什么唐克 啪打碎了 还能回来啊 说的这厉害 一点都不厉害 怎么呢 美国队长最怕什么 怕什么 哎 怕什么 怕狗 为什么呀 就他这盾牌 撞啊扔出去啊 但凡遇一条好狗 就给叼跑了 狗咬飞盘呢 就给叼回窝里去了 哎呦 那美国队长就很尴尬了 什么 那狗 把飞盘叼到窝里 它去不去掏出来呢 掏出来呀 它要如果掏出来 万许被狗 掏了怎么办呢 还需要打育苗 哎呦 可能淤针 这么仔细吗 哎呀哎呀 还淤针 哦 行行行行 不合理不合理 说个我最喜欢的 这个肯定没有毛病 你说说说 蜘蛛侠 蜘蛛侠 没毛病吧 蜘蛛侠毛病最大了 还有什么毛病啊 了解的朋友知道 蜘蛛侠怎么吐司啊 顺着这个手这 两边 吐司 吐完以后沾哪开始飞 是 飞檐走壁说的多厉害 对吧 那好家伙给宣传成神话了 其实但凡有点生物学 你就能分析出来 它的漏洞 什么漏洞 蜘蛛侠吐司的位置不对 什么意思 蜘蛛吐司有在这儿吗 蜘蛛是用臀部吐司 臀部 真正蜘蛛侠吐司 是不应该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你知道吧 那也不好看呢 而且不容易瞄准 不贴近生活 都是假的 那依着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超级英雄 我告诉你 不要说一提超级英雄 就国外的这个那个 真正超级英雄 您看咱国内的 国内的 打小在咱身边的 你说说 孙悟空 孙悟空 您看多厉害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对吧 七十二番变化 那是一个 我明白了 大闹天宫 我终于听懂了 行行不用逼我了 你是想成为像 孙悟空这样的超级英雄 我的梦想是他 类似 类似 那我可以帮到你啊 你怎么帮我 你刚才不说了吗 孙悟空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为什么呀 孙悟空 石猴出世 得遭雷劈啊 在理啊 在理这话说的在理 哪那么容易啊 我跟您说呀 你试过呀 当然了 为了成为超级英雄 我付出多少你知道吗 哎呦 在咱东北 嗯 过年前的时候 对吧 我上去了 上去 电视塔 干嘛去 亚洲第一高钢塔 我捎雷劈去 爬那么高位雷劈 找大钢塔 哎呦 最高的 到了塔上我就后悔了 怎么了 感情冬天 他不打雷呀 这不废话吗 搂着这大塔尖 冻死我了 哎呀 眼瞅着飘了点小清雪 这可滑呀 你赶紧下来吧 我下得去吗 怎么呢 我恐高啊 那你怎么上去的呢 爬的时候也没往下瞅啊 嘿 这时候所有记者全来了 哪个大喇叭还喊呢 同志 想开点 好嘛 先下来再说 哎呦 我心里话 我要能下来 我不就下去了吗 以为你要轻生呢 丑死我了 嗯 这时候真是啊 消防战士来了 哦 搭着云梯就上来了 嘿 哎呦 上来我一看 可有人救我了 哎得救了 心里这高兴啊 好啊 这战士就站在我的身边 瞅着我 还认识我 哦 哎 你不是说下来的刘继吗 哎丢死人了 你看 干嘛呢在这儿 哼 站塔上踩风呢 踩风向花 我不是同志 我想成为超级英雄 你这玩意下不去了 哎呀 要不然您帮帮我得了 你这样你这样 来来来来 你到我怀里来 我甭你下去得了 哎呀 我说完自溜一下子 我就一公主抱就算上怀里去了 你是真丢人 但是我告诉你 嗯 这也阻止不了 我想成为超级英雄 还当 必须成为超级英雄 那行了 哪儿就超级英雄啊 怎么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那全是动画片里 小说里 全是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什么叫真的呀 打小我就见过 现在我也见过 超级英雄 真的 你见过 当然了 你别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哪见的 2008年汶川 空降兵十五勇士 从五千米的高空从天而降 打开生的希望 你说 他们是不是超级英雄 是 四川梁山大火火光中天 牺牲的消防战士 最小的年龄 十九岁 他们算不算超级英雄 算啊 这次洪水来袭 无数的武警战士官兵 指战员 用血肉之躯 筑起钢铁长城 他们是不是超级英雄 是 这次疫情 多少的白衣天使 为了我们的平安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人家是不是超级英雄 是啊 我认为真正的超级英雄 不需要无坚不摧的战甲 只有一颗为祖国 为人民死而后已的决心 那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 超级英雄 好 说得太好了 对啊 刘细 我支持你当超级英雄 别说你支持我了 这消防战士也支持我呀 他怎么说 兄弟 你说得太好了 我也支持你成为超级英雄 但就一个要求啊 怎么着 你看咱都落了地了 你能从我怀里下来吧 别说了 别说了